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UPZO的频道 那么呢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巴德最新的bug 你们也知道巴德他是目前战争机器5中行动2最强的角色 伤害真的是爆炸 那么呢,从行动2刚开始发售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bug 比如说,路战无限生命路战可以给敌人自动伤流血 这些都是我发现的啊 那么呢,我也是一直玩巴德,玩了好几天 那么呢,今天呢,发现了一个最新的bug 可以给他的伤害更加爆炸 可以给非DB武器的双G上30%的伤害 流血伤害更上一成 那么呢,首先呢,你就要在这个大厅里面 把这个试验性武器的卡牌给带上 带上之后呢,再把它换成通用感召升级这张卡牌啊 这给你们看一下啊 试验性武器的卡牌呢,就是给DB武器增上40% 你先把它给带上,带上了之后再点击它 把它换成通用感召升级这张卡牌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你就跑到装配件 然后切除绝杀现代把它换成双G 也就是再买一把 你就会发现很生气的 算G也加了30%的伤害 对不对 那么呢,安帕和绝杀现代它都属于DB武器 初始呢,增上30% 然后这下你就把那个绝杀换成啊 算G这样的话 算G也能获得啊 那个绝杀现代的30%的价值 接下来你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流血伤害 没卡Bug之前呢 算G的流血伤害是200 那么呢,卡拉州是260 我们再往美装填一下 这个流血伤害就达到了325 还是很棒的,对不对 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暴击伤害 9750是不是很强 比法治还强啊 可以说它不仅伤害高 而且还有流血 所以说综合来讲会比法治强一些 当然那法治可以透视 那么呢,安帕也是同理可得 那么呢,你有可能会在想 你已经增上了30% 如果你带上试验性卡牌的40% 那么呢,岂不是30加40就70了 啊,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带上这个卡牌的话 它那个增上只有40% 并不会成70% 而且它也不会触发这个Bug 也就是说 你即使带上了试验性卡牌的武器 你把绝杀换成啊 算G 那么呢,算G是不会有任何的价值 只有你把这个试验性武器卡牌 你带上 然后把它换成通用感受升级的卡牌 才能触发这个Bug 接下来你们看一下这个安帕的流血伤害 我第一次玩Bug的时候呢 流血伤害才112左右 那么呢,现在呢 已经达到195 还是很棒的,对不对 我们再往美装填一下 流血伤害呢 就能达到243 啊,是可以的 啊,当然了 双距的伤害会更高一点 325对吧 那么呢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祝大家玩得愉快啊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分享哦 那么呢,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